大家好 我是小草 今天過來地裡收芥菜了 這幾天天氣都特別好 連續幾天白天溫度都有十幾二十度 這兩天天氣特別舒服 趁著這幾天天氣晴朗 將芥菜砍了做鹹菜 感覺今年的芥菜種是特別好 本來買的是長梗的芥菜 結果種出來的長不長圓不圓的 今年感覺這個品種不是特別純 去年種的長梗芥菜一根長得特別粗大 今年的芥菜感覺長得不是特別好 長不長圓不圓的 也不知道是什麼品種 今年的芥菜摘的也比較少 差不多摘了就這小塊地方 摘了三四十根吧 給芥菜的老葉子 掰掉不要只留下當中比較嫩一點的嫩葉做鹹菜 不要是家裡的人口比較少 平時吃鹹菜的機會比較少 因為地裡經常都有新鮮蔬菜吃 所以吃鹹菜的機會比較少 只留下嫩一點的葉子做點鹹菜 偶爾呢想起那個鹹菜的味道 就拿出來就弄一點吃 弄太多又吃不完 但是每樣東西呢 就少量的就弄一點 其實這個這菜的葉子做鹹菜 燒肉還蠻好吃的 特別是做梅菜扣肉 用這種鹹菜燒 那個鹹菜比那個肉還是歡迎 不做乾鹹菜做新鮮的鹹菜 味道也不錯 把它就是醃一下 切碎醃一下 然後放到那個檀子 鋪上那個幾天 把它去除那個澀水 加一點小米辣啊大蒜啊炒啊 也蠻好吃的 去掉老葉也沒剩多少了 就一籃子 然後這曬乾 估計也沒多少 不過也能夠炒上好幾碗呢 回去先把它曬一下 曬一天曬羊一點 然後又圓圓一下 還要用東西壓上一個好幾天 最好壓上一個十天半個月的 然後再拿去日曬 這樣的鹹菜就會好吃一點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製作鹹菜的過程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了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下期再見啦